大家好,我是小兰 今天早上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我的长城炮在高速上又撞车了 我们来看一下原视频 视频里面能看到路面在下雨 车头撞在护栏上面甩了一圈 安全气囊也弹出来了 不过庆幸的是人没事 因为长城炮属于货车 过路提挡的话需要去湖北当地办理 但是我没有时间 所以我就找了我朋友 把车开过去提挡 长城炮只买了胶墙线 所以最终的责任还是由我一个人承担 其实车辆损坏不是很严重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护栏 不知道要赔偿多少钱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有人说一米就要赔偿一两天 小兰,要不先干活吧 干净活,时间过得快一点 等把那个车修好了 赔偿结果应该也快出来了 行吧,你说的也对 这个车修了两个月了 长时间停放地上就会漏机油 这个机油就是这个车漏出来的 今天我就先把这个问题解决 油底壳也被撞过 可能是油底壳漏 先把它清洗干净 因为漏得很慢 所以看不出来 现在用高压气枪 往发动机里面加压 开始漏机油了 哈 这是撞得最严重的那个地方漏 我先把油底壳拆下来 看看能不能修复 先把机油放掉 机油还挺多 把油底壳拿下来 把里面和外面都擦干净 内部的油气也掉了 先打磨一下 然后用电焊机焊上 然后再打磨平整 里面也焊了一下 应该不会漏油了 再碰上黑色的自碰漆就完美了 我朋友给我打电话来了 喂 大家不用担心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 不然赔偿了六千多块钱 车也已经提出来了 但是车子已经撞坏了 不能顾户提挡 只能在当地随便找一个修理厂 把车输好了再去提倒 通过这次的事情 我深刻的体会到 外地的货车皮卡车 能不买就不买 货货实在太麻烦了 三千块钱买的面包车 看我如何给它翻新 这是我三千块钱买的面包车 买来之后问题一大堆 还好我自己会修车 这个收音机我要换一个 可以导航可以触摸的 新的我都买好了 还有倒车摄像头 今天请假一天 我要把内饰拆下来 翻新改成粉色的 缝缝嫩嫩的 是我从小就喜欢的颜色 这是我买的粉色的做烫 把后面随便打扫一下 这款手柄用一根绳子拉一下 砍黄就出来了 这个换新的 旧的卡扣要拆下来 这个工具拆卡扣非常方便 这种面包车平时经常修 所以拆装起来也比较熟练 现在我就把这些洗干净 然后喷上漆再装上去 表妹在干嘛呢 我把我的面包车翻新一下 表妹你忙吧 我去接我女朋友去了 好 现在把内饰清洗后晒干喷漆 把不喷漆的地方粘住 我喜欢的颜色出来了 此时此刻心里非常的兴奋 真的太喜欢这个颜色了 然后再把方向盘 其他塑料件都喷一下 干了之后就可以把胶带撕掉了 我喷的这个漆就是专门喷内饰的 现在可以装上了 我是小阿兰 我学修车一年多了 读书的时候 我爸爸就经常说 你要好好读书 没有文化的话 以后就送你去修车 在很多人眼里 修车是不需要什么文化的 很吃苦就行 这个倒称影像最后再装 我个人觉得 修车不能只靠经验判断 更要学习汽车各领部件的原理 特别是电路 没有文化的话肯定学不会 也有很多人说修车是男生的职业 但是我用行动告诉大家 只要不怕苦不怕脏 女生一样可以 再把旧的做套撕掉 套上我最喜欢的粉色 这个水晶球我也很喜欢 现在开始装收音机 倒去影像 需要找到一根12V的长期电源 再找一个ACC打开钥匙后的电源 然后就是接喇叭线 倒车摄像头的线 摄像头接线接在倒车灯这里 收音机会响就行了 下次我连蓝牙 这个车马上就要完成了 这个粉色气挺好的干的快 再把哈啡的标撕掉 倒车睡一下 后面的小朋友让一下 姐姐要倒车了 今天又要出去一点奥迪 我师父和他女朋友来了 现在工具越来越齐全了 里面的拉扫也坏了 他说这个钥匙 好像是放在哪个轮胎下面的 这里这里找到了 开去试一下吧 他说路况不好的时候 就框框框的响 我坐后面 听到没有 声音好明显 你感觉是哪里响 肯定是捡真器 你看这里还装了个GPS 一般这种车都是按揭的 还款还没有还完 我们都没怎么修过奥迪 看减真器拆的东西也太多了 我都拆完了 怎么看不到减真器的螺丝啊 那师父这样怎么办呀 这种高端车我也没有修过 要不不先给他把轮胎拆掉看一下吧 这是要是我的就好了 我们先把这个车修好吧 这挡泥板好多泥板 把挡泥板拉出来 师父快来看 原来减真器的螺丝在这里 干咱们这一行就是得干到老 学到老 风泡给我一下 我感觉这减真比面包车的还要好 残 师父这个减真器没有漏油 你怎么确定使它坏了呢 来我教你 现在我们同时把这个新的和旧的压到底 这个新的是特别的挺 这个新的是特别的挺 我这个还好挺松的 好然后都放手啊 你发现什么没有 我这个不会伸起来 有那个卸压了 好像在跟着转 好好好别打了 用大银行加住 还是你比较聪明 压到底之后赶紧装上去 不然又弹出来了 小蓝你来听一下排气管的声音 原来是排气管的声音 那不是减真器白坏了 他这个排气管减真器都坏了 稍微有点路面不平 排气管就会通通通的响 如果减真器是好的话 不会这么明显的 我大概明白师傅的意思了 我看到了 这个胶套的脚断了 可以看到左边的胶套还在 右边的胶套断了 修车的时候偶尔也会受伤 不过没关系 休息一会就好了 现在我用彩簧给他勾在大梁上 用个几年没问题 我是小蓝 关注我 跟我一起学修车吧